中国现在有太多地方比美国好太多了 已经远仓美国了 那美国真的就不行了吗 这是很多人都有的疑问 我在美国生活有八年了 那就说说我的真实感受吧 可能这期视频会被骂 但是我也希望呢 我可以跟大家说说我的真实感受和想法 也希望大家有不同的观点呢 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 这几年咱们中国发展的确实很快 先从生活的便利度来说吧 比如咱们国内的高铁 很多老外和国外生活很多年的朋友都赞不绝口 就连我们小县城都已经冲高铁了 中国高铁里程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 而且舒适度和速度是其他国家不能急的 就连加州州长体验过中国高铁之后 都说中国高铁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根本没有见过类似的列车 而美国除了极个别的大城市有地铁 其他城市基本连火车都没有 还有咱们的外卖啊速度也是惊人的 直播的时候有位网友说话真气人啊 他问我 在美国你们要是半夜饿了只能自己做吧 在我们中国三四线小城市 半夜十二点饿了 点个外卖就十几分钟就好了 家里没有菜了网上下个单两三个小时就到了 听得我啊简直是羡慕嫉妒汉 在美国基本上晚上八点以后啊就没有外卖了 而且外卖的速度啊少则半个小时多则两个小时都是常见的 还有现在国内的电商呀也发展的太快了 网上的东西又便宜又好 而且啥都有的卖 国内外的东西基本都有 我们在海外的人回国都不知道要带什么了 在国内都能买得到 而且售后有保证 还有我们中国的手机支付 在国内已经不用带钱包出门了 而在美国还得用钱包 还得拿很多卡出去购物 或者是带现金 我摆他的时候很多人问 为啥美国人还用现金付钱呢 你说现金安全吗 为什么不弄个二维码呢 其实啊这个在美国啊真的没有 像我们在国外生活久了 真的是跟不上国内发展的速度 这些都是美国不能比的 而跟国内比起来 美国生活确实没有那么便利 还有很多基础设施等等 看起来美国真的是太落后了 中国比美国真的是好太多了 很多回国的华人朋友都说啊 国内现在真的是太发达了 美国太落后了 现在中国也有很多有钱人 特别多 在国内生活太舒服了 还有我们中国的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也是全世界第一 这点是无庸置疑的 在美国从穿的到用的 都离不开中国制造 说了这么多 很多人就会说了 那是不是美国真的就从此不行了呢 从此就衰败了呢 在我看来其实也并非这样的 现在在美国的华人将近有500多万 如果美国真的那么糟糕 真的不行了 还有像很多人说的 美国到处都是打打杀杀 那估计很多人都选择回国了 即使美国可能没有之前辉煌 但是美国仍然是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全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 基本上美国占了一大半 所以每年还会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愿意花很多钱来美国镀金学习 有好的大学自然就会有优秀的人才 好的人才自然就可以创作出更先进的科技 美国的科技也是非常发达的 比如说人工智能 前段时间拆的GDP一问世就让很多人震惊 还有一些苹果手机 电脑 电子产品等等 美国的技术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先进的 在医疗方面 虽然是很多人吐槽过美国医疗系统混乱 美国看病慢 美国的医生比较拉夸 这些都是真的 但是美国在医疗研究上仍然取得一些成就 这点也是不可以 这点也是不可忽视的 虽然是美国的公交 地铁 一些基础设施不是很发达 但是美国的公路网是很发达的 而且美国的高速公路还不收费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基本上开车都可以到 再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来看吧 其实有钱人呢 在哪生活都一样 不管是中国有钱人 还是美国有钱人 都可以生活的很好 但是对于底层的老百姓 作为穷人来说 我觉得还是在美国生活比较幸福 美国政府给穷人提供免费的衣粮 还有一些食品补贴 反正穷人在美国 看起来也乐呵呵的 也饿不死 也吃的绑大腰粗的 还有一些福利机构呢 给穷人提供免费的食物 而且呢 看起来在美国的穷人呢 要比咱们国内的穷人 生活的更轻松一些 也可能呢 跟人的性格有关 虽然是现在美国的物价上涨 但是美元的购买力呢 还是比较强的 一比七的汇率啊 仍然会吸引很多人 要问说中国好还是美国好呢 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吧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呢 可以去吐槽 但是呢 仍然要抱着学习的心态 看到别人好的地方呢 我们也要去虚心的学习 这样我们自己才会更加的强大 大家觉得呢 欢迎在我的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